演員 演員這個行業它是沒有任何的休假 所以其實在拍戲的過程當中 你必須要隨時保持在一個備戰狀態 也就是說如果在我們拍戲的時候 你可能就算不感冒還是得上陣 我覺得這個是跟其他的產業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其實我喜歡運動還蠻多的 像籃球啊健身啊 這些都是我會涉及到的運動 那我覺得不管是在做任何運動都好 暖身還有收身都是最重要的 有時候甚至我在拍戲的 就是這個過程當中你可能要等戲 那等戲你有空的時候 你就可以來做一些簡單的核心運動 或者甚至是基本讓你身體暖起來 那這也會有助於你等一下要拍戲的一個狀態 時尚生活就在Mansuno 大家好我是Jackson坐車 自己的同時 我看她這麼多既然請你 你的意見 你不覺得他們